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和大家分享红糖火烧 非常香甜酥脆,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哦 一斤面粉 加4克盐 300ml温水,50度左右 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拌成絮状 再加少许食用油 揉成光滑的面团 面团揉光滑之后,再多揉10分钟 面板上抹少许油 把面团直接擀成长条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盘子上倒少许油 把面剂放入盘子中 洗面一个小时 现在我们开始做糖酵 3勺红糖 加1勺面粉,搅拌均匀备用 面剂拉扯,不容易断 这样面就饧好了 再把面剂直接擀成长条 上面部分要擀的宽一点 因为要包糖酵 放入适量的红糖酵 左右交叉,包起 然后一边拉长,一边包起 把包好的饼坯,再饧10分钟 放入饼均匀 电饼锅预热,放少许油 放入饼坯,压扁 煎2分钟左右,再给它翻一面 煎到两面金黄,表面酥脆 就已经熟了,可以出锅了 非常的香甜酥脆 喜欢的朋友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